草莓寓意着没心没肺没烦恼 冬天的第一颗伯爵草莓了解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雨 这次我选用了一些不会被父母骂的食材 大家放心 上市的新鲜大草莓就很不错 我一般是懒得吃 除非是去了黑头的草莓 口感你能想象吗 啊这简直就是强迫症的福音啊 如果一个男生肯为你挑去草莓的籽 那足以体现它的细致耐心了 这不急着丢 说不定哪天就想做浓饮草莓了 准备一下巧克力 一共在巧克力里滚脸刺 表面就会光滑了 怎么说这个伯爵草莓的口感呢 就像草莓糖葫芦 外面一层变成了巧克力 巧克力奶香薄脆 草莓呢有多汁一口下去啊 打包一下 就可以亲手递给朋友一份 去了黑头的伯爵草莓 这大概就是冬天最有心意的礼物了吧